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日之间虽然在钓鱼岛上唇枪舌剑 但是中日之间真要开战的话 日本还要回头看看自己的监国者 美军的态度 因为二战后 美国已经剥夺了日本政府的交战权 日本自卫队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是军队 只是防卫武装 只能进行自我防御 但不能开战 所以日本作为美国实质意义上的殖民地 而不是所谓的盟友 那么中日之间的矛盾 从最根本上来说还是中美之间的斗争 中美大国博弈 美国要遏制中国 中国要战略突围 但是中美要擦枪走火的话 目前来看也不太容易 因为早在2008年4月10号 中美就开通了军事热线 请记住 中美军事热线是国防部长级别的 任何重大军事危机 双方的国防部长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进行沟通 对话 所以这个热线可以有效避免双方发生意外冲突 大家再看 美国打着自由航行的旗号 在南海横冲直撞 甚至涌朝我南海岛礁 然后 我方除了打打嘴炮之外 就是趁机把导弹啊 战机啊等等攻击性武器 通通部署到心中的岛屿上去 在以前 我们还要照顾一下南海周边国家的心情 如果不是美国驻镇 这些武器还真不太方便部署 现实的情况就是这么魔幻 美国保持了自己在南海的军事存在 中国捍卫了自己在南海的主权 所以 世界上很多人都讥讽中美南海博弈搞得像二人转色的 中美之间这么默契 当然不是因为有一天长地久 而是中国的实力让美国认识到无法轻松战胜中国而已 无论是朝鲜战争还是被美军称之为泥肇的越战 二战后 凡是有中国身影的战场 美军从没能全身而退过 所以 中美之间的默契 其背后都是实力在说话 但是有一个国家 似乎眼睛从来都是长在头顶上 向来自信心爆棚 这个国家叫印度 大家要记住 印度是唯一一个没有和我国刊定国界的国家 双方目前所谓的边境线 用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实际控制线 这条线既可以作为双方边境线谈判的基础 也可以成为新冲突的起点 我们再看中印之间到底有没有军事热线 据环球时报去年1月份引用今日印度的报道 中印军事热线程序方面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经过多次谈判 印度陆军军事行动总局将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建立一条军事热线 新闻里有两个要点 一 中印这条军事热线仅仅是军区级别的 二 一个江字 提醒人们 中印之间的军事热线仍未开通 所以 即使这条军区级别的热线 至今仍没看到开通的官方报道 而大家经常看到的新闻更多的是 双方军长级别的谈判 战场上得不到的还想在谈判桌上得到 除非痴心妄想 印度有一个特点 就是特别喜欢占小便宜 表现在行动上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比如 去年6月份刚刚结束双方军长级会谈 当晚 印军就翻脸 在加勒万河谷地区 趁夜 越线袭击我军营地 好在我人民子弟兵反应迅速 不仅让印军扑空 还打了一场漂亮的反击战 印军一个连的特种兵 在黑夜里曼山遍野的被解放军狂追 最后 印军自己摔死 冻死 高达20多人 印度就是这样 如果不教训一对 就会像无赖一样天天缠着你 你要是不理他 他就会立即自我膨胀 感觉宇宙第一 所以 环视周边 印度才是最危险的国家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世界上没有毫无征兆的战争 即使是日本偷袭珍珠港 在开打之前也有很多预兆 大国开战不是小国之间的打打闹闹 尤其是在印度看来 这是一场血耻之战 是一场事关国运之战 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我们分析一下 印度是否已经做好了开战的准备 第一 舆论宣传 俗话说 师出要有名 例如 美国在发动伊拉克战争前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 就是用一管洗衣粉的粉末 在联合国宣称 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通过新闻宣传 同仇抵抗 团结民众 我们叫做战前总动员 而印度国内媒体 煽动反华 筹划宣传 自1962年惨败之后 就从来没停止过 舆论宣传除了对内统一思想外 还可以抹黑对手 分化对方的外部支持 这一点 印度做得很绝 2020年12月9日 独立智库 欧盟虚假信息实验室 发布一份名为 印度济世的重磅调查报告 揭露一个由印度操控的 超大规模虚假信息网络 印度要干什么 其目的当然是用来抹黑中国 和巴基斯坦的国际形象 提高印度的全球认知度 一方面 通过影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和欧洲议会做出 对中国不利的决策 另一方面 使印度能够获得来自欧盟 和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更多支持 作为英国昔日的殖民地 印度不仅继承了殖民者 对领土的贪婪 还继承了脚屎棍的传统手艺 据调查报告显示 印度情报机构主要依托 虚假智库 NGO 直接影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欧盟议会等国际组织 大力推进轻硬反巴 反中议程 如果不是这家欧洲智库曝光 善良的中国人有谁会知道 印度暗搓搓的抹黑中国 已经干了15年之久 所以我们要反思 为何这么久中国竟然没发现 或者没有尽情有力的反制 而是听之认止 第二 中断经济交往 断绝在经济上的往来 就是不想在发动战争时受制于人 印度封锁中国的互联网产品 除了经济上的考量外 还有就是担心印度民众 通过中国的APP应用 看到真实的中国 从而击破自己煽动反华的谎言 第三 国内危机 战争不是请客吃饭 不是做文章 不会文质彬彬 温良功俭让 是要死人的 没有人喜欢战争 除非是战争狂人 但是如果发生经济危机 需要转嫁国内矛盾的话 情况就会发生逆转 一战如此 二战亦如此 一旦国内爆发严重的危机 政治人物更喜欢对外发动战争 来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 目前莫迪面临三大危机 一 农民起义 截至目前 印度农民不顾疫情 为抗议莫迪政府农业改革法案 而暴动的抗议示威活动 已进行了70多天 从最初的聚众抗议 进而又演变成 全国农民向首都进发的 挺进新德里 占领红宝 到近期发展成 全国范围的封锁铁路公路运动 印度反对派发生 边境打不过中国人 对付印度农民倒是挺狠 面对莫迪政府的打击 印度农民发起堵路运动之后 已经宣称要坚持示威 至10月2日二疫情失控 而印度国内的疫情 更是惨不忍睹 据最新调查数据显示 首都新德里 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 感染过新冠病毒 一方面是印度农民 不死不休的 誓死捍卫自己的利益 一方面是印度国内疫情 全面失控 哪一项不是洪水滔天 莫老仙除了断网 阻止民众联络 以及出动警察进行围堵外 似乎已经没有 更好的应对措施 估计用不了多久 就要宣布 全国进行紧急状态了 三国内游击队 而且全世界都知道 印度眼里 一向只有2.5个敌人 一是西边的巴基斯坦 另一个是北边的中国 而那0.5 是指印度国内的 反政府游击队 国内的反政府武装 还没解决 全国的农民又接干而起 而以强硬著称的莫敌 显然不会轻易低头 既然国内解决 如此激化的矛盾无望 那么选择对外转移矛盾 就成了必然选择 第四 扩军备战 正所谓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打仗打的是后勤 而如何确保后勤供应 就需要提前做好 战略物资的囤货 根据瑞典的 斯德哥尔毛国际 和平研究所 2020年4月发布的 2019年度 全球军费报告显示 GDP世界排名第一 第二的美国和中国 在全球军费支出排名中 保持在第一和第二的位置 但是GDP排名第五的印度 军费支出却排名在世界第三 而且这还第一次 有两个亚洲大国 同时进入世界前三 全世界都知道 印度突增的军费用来干嘛 现在虽然大雪封山 印度依然在中印边境 成兵20万之中 显然 如印度防长所说的那样 印度不会妥协 既然谈判桌上无法解决问题 那么最后只能战场上见分晓 第五 军事演习 军事演习常常是发动战争的前兆 尤其是在剑拔弩张的边境上 历史上很多次战争 都是由军事演习 直接演化为战争 抗战时期 日军演习时 借口一名士兵失踪 于是发动 卢沟桥事变 现代战争中 美军更是经常借助演习 来发动对目标国家的进攻 据印媒报道 印度和美国将在2月8日 至2月21日 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 代号为准备战争 这是拜登上任美国总统之后 与印度首次举行的双边军演 其目的显而易见 但是为了加强印度 在印太战略中的重要性 显然 美国无论谁上任 遏制中国都是一贯的国策 还记得川普政府在2020年下半年 与印度签署了哪些军事协议吗 第一个是军事物资互助协议 其中按照协议 美军军舰可以在印度港口地区进行停播 同时印军会为美军军舰 提供相应的物资补给 而据央视军事报道 2020年9月9日 日印两国政府在印度新德里签署 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 显然 莫迪已经将印度立国时的不结盟政策 抛到了九霄云外 为了拉大旗做虎皮 铁了心要加入美日印澳小北约 第二个是地理空间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 根据该协议 美国将为印度提供一系列地形 航海和航空数据 从而能够提高印军导弹 飞机以及无人机的打击精度 这对中印边境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 千万别小看这项协议 对中印边境的我军威胁极大 看看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战争 曾经的陆战之王 被无人机像打玩具一样逐一摧毁 无人机正在改变战争形态 想要无人机发挥作用 除了先进的无人机外 还需要卫星的精确导航和数据实施传送 美国支持印度提高无人机以及导弹精度 这对边境线上的解放军威胁极大 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家安全和周边的和平稳定 所以不要抱有幻想 无论美国总统如何更换 都不会放松对中国的遏制和围攻 而印度从两军对抗 到现在大雪封山都不撤军 说明了什么 印度意志坚决 一定要和中国此刻到底 甚至想用这种方式将侵占中国的故土合法化 最终将争议地区变成印度的永久领土 从而将实控线变成国境线 毫无疑问 签署这两份协议将极大的改变美印战略格局 一方面提高印度在印太战略中的分量 提高应对中国的能力 另一方面增强美国干涉周边国家的能力 尤其是对中国的西南边疆的渗透 当然军演也能加强两国的军事合作 整个2020年印度频频于美日澳进行军事互动外 还跑到南海与占领我国最多海岛的国家越南展开合作 2020年12月26日至27日 映月举行联合军演 印度在事后宣称会帮助越南提升军事实力 作为回报 越南则公开表示 支持印度成为常任理事国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据印度教徒报报道 印度负责道路运输和高速公路的国务部长 VK辛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略带炫耀意味地宣称 印度在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上的越界次数比中国多 而印度政府从未对外透露过这一情况 所以只要印度认为自己在边境上有优势 必然再次越线挑衅 有理由相信 开春之后 西南边境必然封烟再起 根据以上五点 中国如何应对 首先 我国要发展 不要战争 2020年6月17日 即加勒万河谷冲突发生后 王外长就同印度外长苏杰生通电话 其中 王外长着重强调 中印两国都是10亿级以上人口的新兴力量 加快实现自身发展振兴 是我们各自肩负的历史使命 为此 双方相互尊重 相互支持是正道 符合两国的长远利益 相互猜测 相互摩擦是邪路 违背两国人民的根本愿望 一句话 要发展 不要战争 甚至在6月15号 加勒万河谷中印冲突后 中方一直没有披露解放军伤亡数字 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刺激印度 以及国内情绪 但是 中国的克制 恐怕在印度人眼里就成了软弱 如同1962年那样 印度总理尼赫鲁 看到中国的退让 也是喜上眉梢 认为中国就是指老虎 一打就垮 所以 即使到今年1月份的中印第九轮军长集会谈 印度依然态度强硬 毫无进展 不知道的还以为在边境冲突中 印度大获全胜死的 之所以要进行这么多轮的会谈 显然是因为双方谈不拢 根本无法达成共识 可以借鉴一下 抗美援朝时的中美谈判 还不是边打边谈 最后 当美国意识到无法战胜中国 同时又无法承担拖延下去的损失 于是不得不坐下来 在美国首次没有赢得胜利的战争中 签下停战协议 所以 现在必须放弃幻想 谈判桌上无法达成统一时 最后恐怕只能在战场上一较高下 其次 军事准备 中国向来不打无准备之仗 最近一年里 我国除了往边境地区增兵 以及增加军演外 有一条新闻值得大家玩味 据新华社报道 在2020年7月1日临时起 预备一部队 全面纳入军队领导指挥体系 由现行军地双重领导 调整为党中央 中央军委 集中统一领导 是不是有点备战的意味了 除此之外 中国不仅提高单兵个人装备 和无人机运送补给外 还把许多军事装备 趁机拉到西南高原进行部署 历史经验证明 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只有以战才能指战 中国渴望和平 同时也必须做好保卫和平的准备 最后 釜底抽薪 以战指战最有效的手段 就是打击敌人的痛楚 与印度的高调军事外交相比 中国在2020年要低调得多 除了全国要集中精力抗议外 就是想维护和平发展的局面 但是印度一而再 再而三的得寸进尺 显然 中国的容忍也是有极限的 在美印对外相簿进行联合军演后 有两则新闻 让印度立刻坐立不安 第一 中国陆基中断反导拦截技术试验成功 据国防部发布消息称 2021年2月4日晚间 中国在境内进行一次 陆基中断反导拦截技术试验 试验达到预期目的 所谓中断反导 就是把敌人的快递拍死在半路上 虽说这一试验是防御性的 不针对任何国家 但是那些号称 拥有中远程导弹和洲际导弹的某些国家都明白 在中国的反导技术面前 他们的导弹将会半路折击 第二 巴参谋长欢迎中国航母访问巴基斯坦 印度对什么最敏感 印度洋 前天巴基斯坦海军参谋长 M.阿姆·贾德汉·尼亚齐上将 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 明确表示 欢迎中国航母在内的舰艇编队 访问巴基斯坦 巴铁就是巴铁 深知印度最担心的 就是在印度洋出现中国航母的身影 有了巴铁的邀请 中国航母战斗群西进印度洋 就出师有名 中国航母编队一旦出现在印度洋 估计印度又要开始担心 自己的后路被断了 目前来看 国家总体上还是不想打仗 因为与台海相比 西南边境并不是我国目前的首要任务 甚至最多是次要任务 但要印度却向王八吃秤驼 铁了心的要跟我们过不去了 三天不打就上房接瓦 所以现在要防止次要任务 突然变成紧急任务 西南安定 不仅仅关系到西部大开发战略 以及中巴经济走廊 能源生命线的安全 边境问题 更是关系到国家和人民尊严的大问题 但是作为拥有13.5亿人口 同时GDP又排名世界第五的印度 显然想要一战定输赢 彻底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不太现实 不然的话 也不可能从1962年拖到现在 仍然无法解决 一方面 印度至今认为中国的阿克赛清地区 是他们的领土 只要中国稍微松口 印度还认为西藏是他们的呢 另一方面 印度又占领着中国传统领土 拉达克地区 以及富饶的藏南地区 尤其是藏南地区风景绝美 土地肥沃 森林茂密 号称西藏的江南 而且战略位置极其关键 知道藏南地区面积有多大吗 网上说约9.3万平方公里 如果大家对这个数字没有印象的话 对比一下吧 正江省面积10.55万平方千米 台湾省面积3.6万平方公里 也就是说 藏南地区相当于一个浙江省 或者大约三个台湾省 1987年 印度宣布在藏南地区 设立所谓的阿鲁纳切尔邦 事实上完成了占领后的合法化程序 我们只是在地图上保留了藏南的位置 印度却实际拥有了藏南 这就是现实 我们常说战场上得不到的 也别想在谈判桌上得到 现在 如果谁说可以通过谈判 就能收回富饶的藏南地区 依照印度对领土的贪婪本性 基本上就是白天做梦 毛主席常说 在战略上藐视敌人 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印度通过58年的卧薪尝胆 要许1962年之耻 就冲印度这种几代人积攒的恨意 和处心积虑的对华军事准备 我们就不得不防轻敌容易吃大亏 所以要打就要大打 要下决心打出100年的和平 战端一开 中国要做好立即收回拉达克 藏南故土的预案 同时还要做好帮助西津复国 不单实现完全独立 尼泊尔从印度收回被侵占的领土 巴基斯坦统一剩下的克什米尔地区的准备 如果不能实现以上目标 虽胜有败 因为这一战再收不回故土 尤其是藏南地区 今后恐怕就不会再有机会了 那就意味着 中国领土不再是960万平方公里 任何人都承担不起这个历史责任 而帮助西津复国 不单实现完全独立 尼泊尔从印度收回被占领的国土 以及巴基斯坦统一剩下的克什米尔地区 其实上就是减少于印度直接相邻的漫长边境线 将中印边境问题 变成西印边境 不印边境 尼印边境 巴印边境问题 中国从直接的边境冲突 变成支持友好国家实现领土完整 西南边境可保百年稳定 从此西南大定 中国可以专注促发展 再通过一带一路战略 带动周边国家一起奔小康 自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必能实现 另一方面要以禁制动 印度在英国殖民者到来之前 只是一个地理名词 现在印度国那一方面疫情失控 另一方面 不仅长期有希望独立的反政府游击队的存在 这一次印度农民又结竿而起 如果在边境上不能一战定输赢 不如想办法让印度重回城邦时代 分而置之的印度次大陆 才更符合南亚人民的利益 大意之下 大国博弈更加扑朔迷离 在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必须是在国家全面统一的情况下实现的 毕竟领土不保 何谈大国地位 寸土必保 寸土必争 更符合当下的国家利益